南港区的宏福社区发展协会 在每周三与每周五的中午时间 就是长者最开心的时刻 原来是这两天 发展协会都会提供共餐服务 而今天刚好正值月底 就是每个月的家菜时间 而桌上满满的菜肴 让长辈团聚吃饭 犹如享用团圆饭般 真的有说不出的开心与喜悦 菜很丰富 李长早上打电话叫我们要过来 来吃这个盛餐 我说好谢谢 我就过来了 开心 对很开心 我跟他接触了好几次 认为他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 因为他文笔各方面都 待人处事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就来自做职工 学习他的优点 我们缺点很多 我们是给李长做职工 因为我们给李长 一次去旅游 感觉这个人非常亲切 所以我们就 我们两位就来做职工 非常高兴 李长能够团结这些李民 他的功劳很棒 民国86年 宏福社区发展协会成立之后 当时任职李市长的刘明康李长 毅然决然接下重担 并且开办老人共餐服务 为了长者能够吃得饱又能吃得好 因此招募职工买菜亲自烹调 同时还针对行动不便的长者提供便当外送 贴心又细心的服务获得李民的大力存在 当初成立老人活动据点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在197年成立的这个老人活动据点 后来我们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就是没有共餐 后来我们100年成立到成立开始 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我们就试试政策性的 因为感觉到很多独居老人 还有这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员 我们想说我们能够多做一点 所以说成行到这个政策性的共餐 这个每个礼拜三礼拜五 一个礼拜两天 那不能来了我们也亲自把他送去 这方面我们也为他们服务 因为我们每个月大概月底都加菜 像今天就是加菜的时候 平常都是四道菜左右 四几个四五六个人老人家来吃饭 刘迪长十多年来的默默耕耘 在扮演火车头的角色下 也感动无数的左邻右舍邻居 愿意打出家门 自动自发担任志工 为社区民众无私服务 我们在里长这边帮忙 这边活动做义工 所以星期六星期六都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有空就来帮忙里长 里长没有事了 我们就一切朋友 就到外面去爬山去走 其实那个我们有共餐 星期六星期三星期五都有 好多那个老人家 就是独居老人 能来了就来吃 不能来了 里长就会给他送便东去 我们就是有那个同仁 就是好多朋友 就是今天你有空你来煮 明天我有空我来煮 大家都不推 都很乐意的帮忙里长 其实我跟这个帕妈妈的渊源很深 因为他就住在我们家的鞋对面 所以我也常常在他家打煎 所以他的料理我都知道 是很好吃 我说 帕妈妈料理 那我一定要来捧场 也不是啦 是因为这里有活动 所以要来参与一下子 那真的是 今天的菜色做的是色香味俱全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里长应该也很满意 然后来参与共餐的这些老人家 应该也觉得说很备受尊重 吃这么好的菜 不是随便打发的菜 里办公室无数的奖牌与奖杯 再在证明洪福社区发展协会 与洪福里的成就与心血 如今刘里长还以惊人的速度 以任期一届多的时间内 获得全台特优里长 以及104年台北市基优里长双料殊荣 刘里长认为 有了发展协会做后盾 一切的理政事务就得以顺利的推展 而无形中培养出来的 林社坚定情谊 相信也是发展协会成立的最终目标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优惠多万多 120M每月888 现场HP特传有22个HP特传 有22个HP特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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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2个频道 拜加上 Diskawory教组 HPoHP加组 8个频道 还有免费建置WiFi 再送1000人 单评创网 首选BB Diskawory